朋友们我们现在看一下14题 先读一下题目 这个题目说fx在这个区间内连续 然后当x不对0和x不对负1的时候 fx表达是这样的 我们看x等于0的时候 这个分母是不是为0 对吧 然后这个分母也为0 所以x等于0是它一个无意义的点 那么同理x对于负1的时候 这个地方它是不是log0 它也是一个无意义的点 所以要求f0和f1 我们只能用极限的设计秀 为什么因为它连续 好 我现在看一下 f0是代于limitx去向0的时候 fx就等于limitx去向0 下面这个是不是为正常 所以log1加上x分之1减去x分之1 所以它进行通分 就变成了limitx去向0 x比较logb加上x分之x减去logb加上x 朋友们看 这是不是我们很熟悉的一个0比0型 上面它的极限为0 下面的极限也为0 所以再次我们用无形小替换 好 看完了 这个地方有多人家无形小替换 替换是什么 是不是替换问x 那么这个地方还要替换成x减去1分之1 x平方 朋友们可以思考一下 为什么这个地方同样是log1加x 要用等价无形小替换出来的 这个式子是不一样的 给大家留一个疑问 最后它就等于了limitx去向0 x平方分之x减去x减2分之1x平方 那么它就等于2分之1 第二个 f-1 等于limitx去向于-1的时候 log1加上x绝对值分之1 减去x分之1 我们看一下 x去向-1的时候 1加x绝对值 它是不是去向于0正的呀 是不是去向0正的呀 而log0正呢 log0正 没有这种 没有这种 我们只是这么一种思考的啊 log0正 它是不是 为副兄大 副兄大分之1是0 对吧 然后所以前面这一项它的极限 整个的它的极限 它就是0 后面这一项极限呢 代入进去 这个是和-1啊 所以向于是0减-1 就是0加1 所以f-1它只为1 我们看一下第二位 第二位要讨论fx单调区间和极致 首先我们单调区间和极致的话 是不是要求f-1px 那么f-1px就点于1加上x log0的平方 1加上x绝对值 1加上x平方分之f 对吧 我们知道原函数里面有一个 有一个带绝对值符号 这个地方大家可以下面去愿赏一下 就是当1加上x大于0和1加上x小于0的时候 这个地方要分开给它去 分开给它去求导 然后最后给组合成一个这样的 是不是 而它不是说一步得到的 这个地方我就不给大家具体展开了 大家回去算一下 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求导 然后它就等于我们来推幅 对它进行碰分 平方1加上x的绝对值分之 1加上x乘以log的平方 1加上x的绝对值 减去x平方 先分析一下分母 分母当x x不得于写x不得于0的时候 这个地方 以及这个地方 它是不是因为它平方下 所以它是大于 对不对 所以分母的符号 只有这个地方来确定 所以我们的分类标准就一直来做分类标准 就是当 V小于x小于正五重大的时候 写x不得于0 当然取这个范围的时候 分母它是大量的 所以F1Px它的符号 只有分子来确定 那么我们令 Gx是等于1加上x平方 log的平方 这个加上x 这样就x的平方 好 Gx就等于1加上x的平方 1加上x 减去2x G2Px就等于1加上x分之2 加上1加上x分之2 为了log1加上x 就是这 这套回去了啊 2.2 它就等于1加上x分之2 乘以log1加上x 减去2 这个地方取x对0的时候 G0是等于0的 GP0也是等于0的 虽然我们说F1Px它取不到0 但是对于Gx它的自然定义里面 自然定义里面 x是取0是没有影响的 就x取到0的时候 Gx整个函数啊 就单纯从它的那个函数性质来讲 Gx是可以取到0的 而且它的0 Gx取0的时候Gx只是0 GPx也是对0 然后看这一项 x在那个大于费1这个范围内 log1加上x-x 它是不小运营的 对吧 这个同学们可以去验算一下 因为hx对于这个 我都要进去了 但是就不做展开了 看前面这一项 分母它为为正 整个函数字也为正 前面大运营后面小运营 所以GPx小运营 在这个范围内 在这个范围它是小运营的 我们有tine的展开式配置 Gx是等于G0 加上G.0-X 加上1分之1 G G不行吗 还是平放 此处的这个字 G不行吗 是属于0-X之间 我们前面是不记上来 G0-0 这个也对你 所以有什么 G.0-X 就等于2分之1 G.0-X 我们知道 刚才 刚才是不是算了 是不是算它是小运营的 所以 所以有什么 所以整个GX 在这个范围内的时候 它是小于0的 G.0-X 由G.0-X 它是F1-X 它是等于GX 比上一个分母 我们刚才已经验试过了 这个 这个分母在这个范围 是大运营的 GX在这个范围里小运营的 所以F1-X 在这个范围内 它也是小运营的 对不对 又因为 我们在第一位来说 我说什么 已经知道了F1-X 它是在整个海数 海数上面连续的 所以 F1-X 在X对于0处也是连续的 F1-X 所以从那上单调递减 我们讨论一个区点 那么 当X在另外一个区点的时候 在这个区点的时候 它又是怎么样的呢 我回过头来再看一下 那个对X丘导的这个行数 同样这个地方跟这个地方 它都是伪正值的 只有这个地方 它都不好变了 一加的S 此时的一加S 它是不是小运营的 所以此时的分母 小运营的 这个地方为正是吧 然后它乘一个负值 前面增加是5为负 然后负S是平方 它也是5为负 所以分子小运营 那么分子跟分母同是小运营 所以 我们说在这个范围内的时候 在这个范围内的时候 F1PX 它是半导的 因此 F1PX的 单调低帧区间 单调增区间 单调增区间 喂 我 好疏 整个函数 它是一个先帧后卷的过程 这个地方对应的是S1PX的一个字 所以 这是一个极大字 对不对 所以 F1PX 是F1PX的 极大字 当然 我们整个过程看出来 它是马派是唯一的极限 对吧 F1PX的极大 可以带到我们去看一下 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地方过程 但是就没有 没有带入 这些我就给大家讲完了